我 主播確實沒有U回答你 主播只能回復,U先回復那些有牌子 問了這麼多你的牌子都不辦一個,那是別人更沒有U回答你的 你說這些辦了牌子,這些觀眾都跟傻了一樣,我辦了牌子,結果他一個白嫖的,問什麼你打什麼 算了,不送了 你在怎麼想 別什麼都白嫖 我要先對線 不是很怕的 不是很怕的 你的神 懼怕我 打个600回家 你看我五年牌子都没有 那我也开始问我 那主播也太失望了 还可以 你没有牌子,我知道你是ID 他一没人缺好 猛男冲击,猜猜为什么我Q这么重 猛男冲击 我知道他普通观众,你看那你也看了主播的 主播打给你看那你也是享受了呀,这很公平的呀 但问题是你不能总是要求主播,问这问那吧,不说了 再问就不礼貌了,懂得 这伤害整武者确实做不到 你层七打出来伤害就行了 我建议尽可能压他打 压力蛮大的 我要赢了他们的憎恨 这一子永远 都不愿意 你 也要死了小娜 这承越是怎么办卡 拉娜你要前进推他线 征服者疊满,疊不满 我现在不喜欢带征服者,因为征服者你带他,你想把他收益打满你就必须要去疊 疊征服者这件事情太危险 剑魔其实带征服者容错率不高的 反而有时候因为你要去疊一个征服者让你容错率变得很低 我倾向于说 我倾向于说就是 我宁可带会心 一点一点把血磨下来,磨到一套能秒 我再去跟别人打,我也不要说 被对面勾着 勾着说那个 感觉好像征服者能打得过对面,然后我再去 那我可能会 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讲 被对方勾引的这种 存在,就是比如说 有时候你一套征服者上去能把人OIN死 但是也正是如此说 对方可能勾引一下打野 把他一抓你就死了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你本身叠征服者还是 会有点危险 我现在就不怎么喜欢带征服者 而且征服者他很多,他那个 他征服者下面那三个符文我越玩我也越不觉得适合剑魔 凯旋看上去杀人能回血,但问题是 你得先杀人 他才能回血 那你本身你杀人也是一个很 高风险的事 你杀了还好他能回血对吧,那感觉很棒 回了特别多血,那视觉效果,但问题是他对线没有用凯旋 凯旋首先对线就没有用 然后 欢欣是有用的 然后建议不倒也会让你变得很危险 对吧,你残血攻击力很高,问题是残血 别人也有机会杀你 对吧,你不能这么算的 就不要太极端的去举例子 比如说什么,我残血我杀害特别高,你这样举例子的话 太极端了 因为本身你到那个血线 也到别人斩杀线,那你加上你技能不稳定可能 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懂吗 很多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会把你自己搞得很危险 所以我就后面我就不怎么喜欢戴东西 就是很多符文就你不如 把建模前期的对线期你给他提起来 建模只要对线期舒服了,他队的舒服他有装备 而且我是出穿甲的现在 我现在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出穿甲的,我基本不出科学 你只要你起来了你出穿甲 你还怕不够伤害吗,一点一点优势 扩大起来 你对线就很好打了 但是你带征服者 你要对线没有机会了,我就是想要会心 稍微让那个对线的机会更多一点 你对线机会更多一点意味着对吧更多可能 那可能你就杀死对方,你像前面那个人头也是 杀了对方,然后对面死了会掉小鞭 他是一个连带的东西 不只是说杀了对方 只是说找机会更合适一点 然后呢即使你劣势的时候 他也可以给你一点说 就是 那种就是说能够进一步 稍微让你有一点基础 基础是在那里的 你的伤害还是有个基础 你会心叫教授吗 有时候你再加魔男冲击 他会 他会多那么一点点伤害 我要的是这么一点点伤害 其他的法我就不是很 不是很喜欢征服者 因为征服者加绿色 他整个就是 就都是不能够触发的符文 主要看你要什么 我已经说了符文也好装备也好 主要是看你 你要什么 不是说横向对比哪个更好 我这说了好多次了 你不要总是横向去对比说什么 这个更肉这个更脆你这样比就没意思了 你总是用 装备上的很极端的属性去横向对你 你说星虫跟科学比 你就跟比坦度你拿星虫去跟科学比坦度都不耍流氓吗 你只能不拿星虫去跟灭尸法冒补法强对不对 也是很极端的 这样说就没意思 出是肯定要他的好处 至于他的 不好的地方 你看下能不能说用自己的一些 小手段呢对不对 比如你打团 你如果出的是穿甲那么你应该怎么去做 好让你的生存的这个状况会好一点点 你需要解决的是这个东西 你非得出穿甲 说什么这样太脆了打团站不住关操你非得出穿甲冲进去你不死谁死 你活该死 谁玩车这么够 给我死你不死谁死出穿甲网队绿冲 也没有科学肉 你不死谁死 干死 你不死谁死 出一堆穿甲网队绿冲 哎太脆了真是 你怎么不穿游泳衣啊 跑到街上哎呀真的太冷了 让你有泳用的 这是非要走到街上 干死 那你带灰心就别all in不就行了你慢慢拉扯打啊又不让你打一波 烦呢 我吵网队一口腰了 还想跑 跑去哪 我不喜欢征服者因为真的 其实对线还有一个东西叫 压血线你血线只要稍微我给你讲你比如说你带一个会心你可以多打100点血有时候 对吧连招里面可能多50点血多70点血 本来 你打完一套对方是剩500但是你带了会心对面剩个420 那感觉真的一点都不一样你懂吗 你因为少了一点点的生命值 你可能有一些刀就不敢补了 因为剑魔他打你都是一套的 他这英雄的技能机制就注定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打持续的你要打持续你也得有那个环境 比如说你打比赛队友可以给你的环境 所以这为什么比赛跟路人他撑两级分化就是这样子 比赛里都是 都是摁出可血 然后带征服者因为你可以起来对不对 不需要你出穿夹 出穿夹干嘛 出穿夹也可以出只是出穿夹 大多数情况下的比赛很极端的 比赛的团战都是 他只打那种说有有有有有收益的团战因为 打架的东西本身很极端 路人都是随机拼凑起来的 他不可能让你打得那么不难 这压非 不要用这种很极端来举例 很多时候 网上有些人聊天也是喜欢说职业职业OPP那都是很极端的 包括像有时候你个人也好对吧你出了一些开发装备 他们说用OPGG这OPGG是个群体数据 你个人是个个体数据 如果说你 你本身个体 的理解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人或者说 对吧 你根本就不需要说去 去看所谓的群体的这种 数据对吧那你就不用去看你像我从来不看OPGG 因为大部分人剑魔玩的都没我好 还真是这样 主包还是有这个自信 大部分人玩剑魔他玩的并没有我好 所以主播不用去看 主播本身已经玩的OK,包括像你如果精通 你比大部分人玩的都好,你也不需要看我BGG,看东西干嘛 这不会膨胀,确实 我玩的比较毒 跟你们讲话 跟你们讲话 不用太极端的举例,极端举例没什么参考力加值的 看你要什么 你包括像有的出装,我认为观众不用太较针在这上面 对吧你打 你直播,无论青铜黑铁还是王者 主播只要能把效果打出来就可以,就没有必要你再去用一种很极端的例子说什么 你必须要用这套装备打得过谁,很极端的主机那没什么用的 就算打过他,那也是我打过他 哪怕是我打上去分数了,那也是我打上去,我打上去不代表你打上去 这个就有点 有点钻牛角尖的观众 段位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标段位 你标出来没用 标出来反而会害了观众以动为止 这种就感觉好像是 这个段位太低,那我就不看了 我认为没有价值 就算打个王者你标权有什么用的,这是王者我看了我觉得有价值 然后一看他自己的段位 这是什么不取青铜 不取黄铜 不取黄铜,坚韧白银,那一看全是这种段位,要么就是 什么钻石,白银,然后你去看个王者局,跟你差太多了大哥 跟你差太多了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对你 段位没有什么用的,段位真的没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的,然后拿着 什么用的,坚韩满 我会在这种方式的手段 你还可以让你找到 我会在这种方式的手段 我会在这种方式的手段 你还能不得逃脱 你会在这种手段 不是,是一个手段 我会在这种手段 之后会有点 有一种手段 пос礼 他这样翻来翻去 我觉得大师厉害问这个问题本身没什么用 因为没什么对象打得过我 问这个没用 犯多问题问 你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打得过我 这不是狂 确实是呛人 没什么用 其实我不把段位标出来是 是让那个观众多看一下我是做什么,我具体在做什么 我不是说 有了哪些段位你才需要说 这个知识是有用的,我先去学 我才去学 我好像这样才学个短 没什么可以学的 你看我打青铜局你都有可能打得上王子 你只要明白我在干嘛就行了 没什么区别的真的 你只要看我 哪个时间段在干什么事 你就看这个就行了 看其他的没什么用 我这样玩 你们吵架了 我是不喜欢标段位 跟你们讲话,哎呀真是的又要在选举罚战 我之所以出破定者是因为大部分上单这个单带都玩得很糟糕懂吗,我发现大多数玩家 在处理单带这个方面上都玩得特别糟糕 不能说特别糟糕甚至说这一方面是完全空白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什么叫完全空白吗 就是他 很多玩家他在对TP的使用啊单带的这种理解啊,这特别差劲 所以我出破定者就能把把爆这些人的线 把把爆这些人的理解 玩着玩着对面机率就炸了 但是这种东西是看不出来的 包括像观众为什么他总觉得你破定者不行 因为他没有站在你的这种角度去试图理解你的这种行为 反而他会很极端的举一些例子说什么,哎呀 王者局不出这个呀,职业比赛不出这个 那关我什么事呀,这局又不是职业比赛,这局也不是王者局 是不是,这局是王者局吗 这局也不是职业比赛 而且就算是王者局职业局我也是这么粗的,你看我打韩夫 那个号打最高130多分吧,大师全程单牌只用剑膜 全程单牌只用剑膜 70多升率的大师 刚下掉了30多分了,太难打了 主要还是这英雄前期太垃圾 剑膜前期还是太垃圾 他不好可优势 结束了 这里停下来结束 这在干嘛呢 好好推塔不行吗 哎呀,这镇子可以搞的 哎呀,这镇子可以搞的 讓我看看你 算了本來想說台詞 給他跑了 這邊應該吵架了,我吵點了這麼痛啊 主播本來想說讓我看看你有幾條命 讓我看看 有幾條命 這麼痛 要被燒死了 拿下,你們大點不關注 這邊應該吵架了我感覺